《一碗豆浆的缘分》 见大爷手脚不太利落 王旭宁没事就去帮推磨 一来二去 祖孙雅成了望年娇 王旭宁也自此喜欢上了喝豆浆 1994年大学毕业后 王旭宁被分配到了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做老师 他回七霞老家探望父母 当时做豆腐的老爷子已经75岁 早已磨不动豆腐 但看到王旭宁回来 还是坚持要给他磨一碗豆浆 你知道的 泡豆子 推磨 过滤 蒸煮 一干就是七 八个小时 等到老爷子颤微微端过来一碗豆浆 王旭宁早已泪流满面 必须搞出一台豆浆机来 他暗下决心 回到学校 一头钻到实验室 开始研究豆浆机 半年以后 王旭宁真就搞出了一台像模像样的豆浆机 当得之从 豆子的豆浆机全程只需要15分钟 老爷子惊呆了 于是 1994年5月 他干脆辞掉教师的工作 与几个朋友凑25万 成立了酒粮电系公司 当王旭宁来到济南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卖豆浆机时 却叫好不叫做 城里人都爱喝牛奶 没有几个人喝豆浆 直到一个跳广场鼓的大骂告诉王旭宁 他这才恍然大悟 那既然城里人与农村人口味不一样 王旭宁就决定先启蒙 包装豆浆 再卖豆浆机 1994年第四季度 他用三个月的时间 走遍了济南一千多所中小学 免费赠送 到了1995年2月 已经有了二十多张订单 后来 豆浆机又出了问题 通过你内部悬赏终于解决了 当年11月8日 王旭宁在奇鲁晚报上打出一则广告 九阳豆浆机 十几分钟做出熟豆浆 结果广告一刊出 头一个星期就卖出去五百多台 豆浆的口感又出了问题 如此这般反复了十一次 到了2004年 产品终于稳定了下来 这时候 王旭宁在豆浆机上 已经申请了三项专利 卖出了一万台豆浆机 到了2005年 这一数字达到五万台 产品已经遍布北京 上海等十五个省市 王旭宁也赚得了第一个一千万 2006年 王旭宁在石家庄建立了第一个九阳生活馆 2007年上半年 九阳豆浆机大爆发 销售量比2005年翻了整整二百倍 达到一千万台 销量收入突破二十五个亿 后来由于转基因的问题 喝豆浆的人少了 王旭宁二话没说就去了东北 在黑龙江加穆斯三江平原 一千约就是六十万亩黑土地 确保种植的 是纯天然 无污染的大豆 2008年 王旭宁就卖出五千吨大豆 当然 九阳豆浆机也是大爆发 营收一举突破四十三亿 2008年6月6日 九阳股份正式亮相深圳家一所 市值 突破138亿 王旭宁身价也超过四十亿 本文来自生意我罪行 创业家系授权发布 略经编辑修改 版权归作者所有 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 下载创业家APP 读懂中国赚钱的七千种生意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阳主 sunscreen 脑氏 隐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